欢迎来到姐夫食堂 我是姐夫 大家好 今天的草莓季 姐夫要分享 迷迭香煎澎湖海丽鱼排 左辣味樱桃草莓沙沙 那我们现在就跟着姐夫一起开始咯 草莓洗干净 去掉地头 一开始 这是樱桃 去掉地头 去掉纸 洋葱 切碎 蒜头 要把它切碎 来个干净的中型的沙拉丸 把蒜头 把洋葱 先放到碗里面 加一点 辣椒水 如果喜欢吃辣的话 可以多放一点 檸檬汁 我们加一点糖 加糖是为了要缓和一下 辣椒水的辣味 还有檸檬的酸味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搅拌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搅拌 把糖搅拌就好咯 好 接下来 草莓 草莓 还有櫻桃 还有櫻桃 稍微拌一下 我们把它放冰箱 让它静置一下 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预热平底锅 再等待 平底锅 烧热的这段时间 我们来 注意一下我们的 澎湖海丽鱼 撒点盐巴 两面都要 淋上一点点油 炒到一点黑胡椒 稍微把它抹均匀 抱歉 几乎忘记了一件事情 我们先把鱼皮 稍微给画一下 稍微画一下就好 不要画太色 好了 撒一点薄薄的面粉 待会煎的时候 就会比较好看 鱼皮啊 也会酥脆 不用太多 一点点就好 好 锅子差不多要烧热了 锅子先烧热 再加油 待会儿煎的时候 才会不沾 鱼皮的部分朝下 再煎 再煎到一口 后面煎一边 加入鱼皮 腌肉 拌入鱼皮 加入鱼皮 然后加入鱼皮 加入鱼皮 黄油 加入鱼皮 好 我们现在把火关小一点 接下来我们把盖子 盖起来 让它焖一下 现在我们只要把它焖到熟就可以了 辣味樱桃 草莓沙沙 再把它拌一拌 好 我们打开看一下 好香喔 再拌个两分钟 应该就可以了 炒拌一拌 好 完工 明天香煎澎湖海绿鱼排 佐辣味樱桃草莓沙沙 完成喔 趁着草莓 还在盛产的时候 跟着姐夫一起试试看吧 决定不会让你失望咯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姐夫的影片 欢迎加入姐夫池堂 如果有任何问题 也欢迎留言给姐夫 别忘了 别忘了 让姐夫订阅 按赞 按分享喔 姐夫池堂 我们下次见喔 掰掰 拜拜